上帝的话语 约翰福音16章7节到18节 约翰福音16章7节到18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保慧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 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 他对我们说 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 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 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 这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彼此说 他说等不多时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 阿们 这时间让我为了听到 也为了释放话语的监督 一起祷告吧 阿们 聖読으로 주의 말씀을 담대히 증가할 수 있도록 하나님 도우시고 함께하시고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우리 모두는 감독님의 말씀을 받되 사람의 말로 받지 않게 도와주시고 교회에게 명하시는 하나님의 말씀으로 우리 모두가 아멘하게 도와주시고 그러므로 주의 말씀을 깨닫고 주의 말씀대로 순종하는 능력과 권능이 있도록 하나님 도우시고 함께하시고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감독님 말씀을 통하여 온 교회가 한 목표 한 방향을 향하여 변함없이 달려가며 승리할 수 있도록 하나님의 그신 능력과 권능으로 역사하여 주시옵소서 하나님 아버지 父上帝 在这宝贵的圣日里 我们愿意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求你帮助你的仆人 赐给我你惊人的权柄 在我释放话语的时候 让所有的灵活们都能顺从上帝的话语 领受着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耶稣 祂今天 也在保守着我们 让我们 在这个 由罪和死亡支配的世界上 停留的这段期间 我们才能够承受到底 所以 如果我们认为 我可以对我自己的人生负责 那 这是 这是不准确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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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活着 是主在带领我们 主耶稣 他已经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 所面对的逆境 是怎样的 他很清楚 所以 他在亲自带领我们 今天也在我们人生的现场当中 引导我们 就好像 过去 主耶稣 带领 门徒们一样 今天 他也在带领我们 当然 他今天 并不是以肉身 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 但 他今天 也同样 与我们同在 一点也不亚于 过去 他以肉身与门徒 同在的 那个时候一样 现在 他并不是以肉身 与我们同在 而是以圣灵 与我们同行 与上帝的灵 与我们同行 带领我们 这是主耶稣 当时应许给门徒们的 他给门徒们的应许 这个应许 并不是给某个人 单独的某个人 这个应许 主的这个应许 是给 可以说是给 一个共同体 也就是教会 给教会的 因为主耶稣说 叫圣灵永远 与你们同在 不是与哪一个人 而是与你们同在 圣灵 是住在我们 每一个人里面 但并不是说 圣灵只单独于 一个人同在 而是与你们 主耶稣应许 给我们的时候说 真理的圣灵 要与你们同在 首先接受这应许的是 门徒们 门徒们 主耶稣 他是有人格的存在 所以 无论在什么情况当中 他都是作为人格 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的 不是 他不是仅仅在我们里面 发挥一种影响力 作为一种帮助 一种影响力 与我们同在 不是的 他是有人格的存在 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也是 他会判断我们的情况 引导我们 连我们看不到的 一些属灵的情况 他都能以看到 并且引导我们 他的目的呢 他的意思 是 叫我们 直到进入天国为止 让我们能够 被主使用 能够最终 作为一个圣洁的灵魂 能够按照他的带领 进入天上 灵受圣灵的人 灵受圣灵的人 可以说就是 主的门徒 我们接受圣灵 然后去被 为主而使用 直到最后 接受主的带领 进入天上 主的施工 主这样的旨意 并不是仅仅对于 当时的那些蛮徒们 今天他也同样的 与我们同在 也同样的 在我们身上做工 而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的是 圣经的角色 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主耶稣 是通过圣经 在给我们话语 在引导我们 在启示我们 换句话说 他也通过话语 通过讲道 来引导我们 这是主启示给我们的 基督徒生活的方式 这是主养育我们的方式 传递话语 这是以圣经为根据在讲 也就是在讲解圣经 所以牧者在讲道的时候 这个道里面是 有主的启示的 主带领我们的 带领我们的旨意 都在这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会受到感动 我们读经的时候 可以受到感动 圣经会给我们感动 这话语给我们感动 然后照亮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 如果读圣经 仅仅把它当作死的字来读的话 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感动 但我们要带着 这是上帝在带领我 上帝用他的话语 在引领我的 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态度 来对待话语的话 那么 就会经历到 话语的带领 这对基督徒来说 是很当然的 这是基督徒的 生活应该有的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 圣经里面的每个字 每句话 都跟我的现实 就是有紧密的关系 告诉我 这件事你要怎么做 那件事你要怎么做 虽然不是这样的 但是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 话语呢 主都通过 他的话语 在显明他的旨意 在引导我们 主会通过话语 感动人 虽然我们的 面对的生活 并不是跟这个 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句 正好相吻合 但是 我们要知道 这圣经里面的话语 都是 主给我们的声音 主在带领我们的声音 对我们来说 这是最应该有的基础 但是 有的人不这么想 有的人怎么想呢 他想 圣灵 特意启示我什么什么了 给了我什么什么样的启示 这话的感觉 就好像 圣灵 给了我圣经里面 所没有的 很新鲜的东西 如果有人这样说 那我们有必要 对这样的人 存有戒备的心 当然 他的主张 也有可能是 对的 也许有这样的可能 但 也有可能是 完全是假的 就要看他 所接受的这个启示 是什么样的 如果他所领受的 这个启示 是圣经里面有的 那么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他所说的 就是 如果他所得到的 这个启示 跟圣经 所带领我们的方向 是一样的 一致的 那没问题 不然的话 如果他主张的是 这圣经里面 从来没有的内容 那可以肯定 这个人是在说谎 因为圣灵 是不会超越 主耶稣已经 启示给我们的 真理的 圣灵是不会超越 耶稣已经 启示给我们的话语的 也就是圣经的话语 圣灵是不会 超越圣经的 不仅如此 也同样可以理解为 圣经绝对 不会超越 父的话语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 给我们的话语 都是 原本都是 从父那里来的 他是从父那里 领受的 那 就是说这个 三位格和一的上帝 他不会 不同的位格 分别给我们 不同的启示 不会这样的 圣经 就是圣灵 他不会启示给我们 耶稣 上帝的儿子 耶稣 没有给我们 启示的内容 他的带领 与他所 圣灵 对我们的带领 与主耶稣 给我们的带领 是一致的 当然了 我们生活当中的 很多具体的情况 要根据 圣经所显明的 那个基本原则 来解释 但总之 圣灵是不会启示 耶稣从来没有 给我们的启示 说到底 我们今天一定要彻底的顺从圣灵的带领 那为此 那为此我们应该更加的靠近圣经 应该更加的关注圣经里面的话语 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要更加的关注圣灵 借着讲台 借着牧者 所释放的话语 不然的话 就无法得到上帝的带领 无法得到圣灵的带领 圣经是圣灵做工的一个合唱 圣灵会以圣经为背景 来感动我们 换句话说 圣经里面 它是包含着上帝的旨意 而圣灵呢 叫我们更清楚地明白这个旨意 圣灵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叫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 上帝所要做的事 甚至于 就算是没有灵感的人 即使是没有灵感的人 如果看圣经 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 耶稣所要走的路 因为圣经里面记录得很清楚 那里面集中地记录着 主耶稣的旨意 祂要走的方向 就这样 上帝做工的方法 就是这样的 上帝首先是通过 圣经的话语来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我们启示 而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态呢 我们的心理的状态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 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积极地领受上帝的话语 他是打开的心 畅开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 那这样的状态 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状态 换句话说 顺从的心 支配着这个灵魂 这就是被圣灵充满 顺从的心态 这是被圣灵充满的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如果我们不顺从话语 不打开心 迎接话语 那是就绝对无法被圣灵充满 我们不能说 我听听这个话语 我来判断 这个对那个错的 还有人主张 圣灵一旦住在我里面 就绝对不会离开 所以 我呢 反正 已经是在上帝那里 已经有我的名字了 然后就为所欲为 那这样的人 他今后是无法得到上帝的带领的 而这样的人 他的未来就很危险 我们 要 让自己常常被圣灵充满 换句话说 一定要 有顺从的心 在话语面前有顺从的心 我们一定要 敞开 做好这样的准备 有这样的渴慕的心 这样 上帝才能在我里面做工 救恩呢 这是主能以做到的 所以 得救 这是 很容易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得救很容易 为什么容易呢 不需要我付出什么 我的功劳 我的意 只要 相信主耶稣 按照他所启示的 去顺从就行了 顺从 信耶稣 就是顺从 就是顺从 过顺从的生活 再没有别的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俱文 又是非常难的 从哪个角度来说 是难的呢 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弃掉 属世的一切 我们刚开始 信耶稣的时候 这个人生 这个人的人生 要完全地发生变化 我们 要发生 要有 就是彻底的体验 非常受冲击的体验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 非常受冲击的体验 不是说 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让这个人 迎接耶稣 我不赞同这种方法 信耶稣的人 他应该彻底地 弃绝过去 数老我的那一套 那一切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 充满苦难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上 如果有的人觉得 很遗憾 很可惜 我还想得着什么 拥有什么 有太多的遗憾 这样的遗憾 就支配着这个人 比起 耶稣拯救了我 这么重大的事实 我里面的这个遗憾 更强烈地支配着我 这是不行的 我们应该 让主耶稣 永恒的爱 充满在我里面 占据 那个原本 我心里面有的 对这个世界的遗憾 应该弃绝老我 从此不再后悔 不再感到遗憾 对这个世界 没有任何的留恋 而是唯独 让主耶稣的爱 占据在我里面 从此 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对这个世界的遗憾 什么也不是了 在我眼里 什么也不是了 应该有这样的 180度的转变 不然的话 那很容易受到诱惑 这样的人 很容易受到诱惑 受到诱惑 就容易跌倒 我们 我们的心 一定要保证 就是 不要被罪 诱惑的状态 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就是 要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一生都要 让我的心态是 得主饶恕的心态 不受试探的心态 无论遇到什么试探 都绝对不要 被动摇 还有 哪怕是仇敌诱惑我 哪怕是有罪在我里面 蠢蠢欲动 也不要去行恶 不要去行恶 不要让这个恶 占据我的心灵 占据我的想法 占据我 不要夺走 主给我的这个机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帝给我们的这人生的机会 我们是需要我们自己付出努力的 努力的人 主才会将圣灵给他 当这样努力的人 圣灵会在他里面帮助他 首先我们自己要迈开一步 我们自己需要努力 然后圣灵才会帮助我们 也就是我们做不到的 上帝会帮助我们 能够做到 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见证 有这样的体验 总之我们要顺从主的话语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记录的 主的话语 我们应该以打开的心 来接受这话语 上帝会多方的来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而主将圣灵赐给我们 这是对我们的体谅 对我们的照顾 这是主对我们的照顾 主将圣灵拆给我们 是为了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 无法得胜 他怜悯我们 所以想要帮助我们得胜 他看到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而心痛 他看到我们这个挣扎的心 所以他体谅我们 将圣灵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顺从 圣灵的带领 这是可以叫主的心得到喜悦的方法 那么我们 我们要领受圣灵 顺从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知道 这是在接受主的带领与保护 不要对于圣经的话语呢 我们不要加减 不要任意的加减 而是照样的去接受 去顺从 话语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腾空自己 腾空自己 让主的话语充满 唯有让主的话语充满 在我们里面吧 主的带领呢 不是很自动的 不会自动的 就是摆在我们面前 而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 打开我们的心 我们需要努力 所以愿大家 能够在圣灵的 能常常拥有圣灵的感动 带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主快要离开了 他非常担心门徒们 为门徒们担忧 所以他安慰门徒们 提亮门徒们的这个内容 就在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 他对门徒们所讲得到的 最后部分 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要离开门徒们 要与门徒们分别 这个时候 其实他应该为自己苦恼 为自己担忧 但是 他没有考虑 自己要受的苦难 与痛苦 而是灵敏 他面前的这些门徒们 安慰门徒们 他强调 他强调 门徒们要受逼迫 必会受逼迫 但哪怕你们会遭遇 这样的逼迫 也不要绝望 一定要得胜 主耶稣这样的 主耶稣这样的 主夫门徒们 你们不是独自 不是独自在这里 我仍旧会与你们同在 但不是以肉体 而是会借着圣灵 与你们同在 所以哪怕你们遇到苦难 但因为有圣灵与你们同在 所以你们不必担忧 尽管放心好了 我会保守你们的 未来会安慰你们 会安慰你们的 这是主给门徒们的应许 在十五章那里 主已经强调了很多 很多 多次强调的是什么 你们要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这个世界要逼迫你们 世界会恨你们 所以你们如果不彼此相爱的话 就无法忍耐到底 无法承受到底 就是你们自己要 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保护 照顾 十五章的后半部分 一直讲这些内容 讲什么呢 讲这个世界会恨你们 攻击你们 攻击你们 这个世界 不会给你们幸福 它会逼迫你们的 你们会遇到患难 让你们难以承受的患难 那那个时候 那你们要想到 那是因为你们是属于我 因为你们属于我 所以世界恨你们 但你们要忍耐到底 你们一定要忍耐 这是主给他们的吩咐 给门徒们的嘱咐 但是有的人 跟这个世界 同流合污 过得很好 就是在这世上 像世上行恶 还装作这是主所喜悦的 上帝所喜悦的事 明明他在 玷污主的名誉 扭曲主的旨意 但是还声称 这是陶主喜悦的事 主说 这样的事会有很多 会有很多 有的人 这样的装作义人 还有这个世界 会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 会这样的装作是义的 来欺骗你们 但是 在人里面的保慧师 他是不会喜悦 这样的行为的 他会审判这个世界 定罪 给这个世界定罪 你们在世上的期间 对于人的这些行为 圣灵会看得很清楚 他也会看清 你们里面到底有什么 这是义 这是不义 这是善 这是恶 圣灵会这样的 清楚的判断 当人里面有不义的时候 圣灵不会认凭他 会定罪的 会定这人的罪 虽然当场 不会有天 从天上不会降下什么 但是 这个人的罪 义 这个人的罪不义 圣灵必会责备 必会责备的 必会判断的 还有 这个时候 门头们 你们不要感到委屈 上帝必会报偿你们的 所以 圣灵今天在帮助你们 你们心里有痛苦 有委屈 有伤痛 圣灵都会一一地记住 到最后的那天 都会给你伸冤的 都会给你报偿的 圣灵与你们同在 会成为你们的安慰 会给你们带来安慰 现在我说这些话 你们担当不了 你们还不理解 因为 他们 没有灵感 也 没有充分的知识 所以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凡事只考虑着 肉体的情况 用眼睛可以看到的情况 而主耶稣说的话呢 他是超越空间与时间的 他不受这个 自然界的局限 所以主耶稣说的话 门徒们当时无法理解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我要被鞭打 被那个法利塞人 长老 还有撒毒干人 受他们的鞭打 最后被害 然后第三日要复活 当主这样讲的时候 门徒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们明白了 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 他们就会放弃 属于人的想法 就可以明白主耶稣的话 这个时候圣灵就会亲自的带领门徒们 真理的圣灵 降临在人里面 他可以带领人 叫人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话 真理的圣灵是以人格 住在信耶稣的人里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经文 约翰福音14章17节 那里说 他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是的 圣灵在我们里面 传递真理 传递真理 或者是为真理做见证 阐明真理 叫我们明白真理 这就是圣灵的角色 这就是主耶稣拆来的 宝慧师圣灵 也就是代替耶稣 真理的灵 圣灵 代替耶稣来照顾门徒们 真理的圣灵来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一切的真理 把你们引入真理 引入真理里面 圣灵会在圣灵门里面 成就主耶稣的应许 什么应许 耶稣应许说 要通过圣灵来审判世界 审判世界 这是圣灵的做工 还有圣灵会安慰圣徒 这都是主的应许 还有一点 就是把门徒们 引入真理当中 这是圣灵的角色 圣灵向门徒们 清楚地启示 主耶稣的人格 主耶稣的旨意 就这样圣灵代替耶稣 进到我们里面 来保守我们 那首先第一点 耶稣为门徒们 准备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 新约圣经 为了把我们引入真理当中 首先耶稣为我们 预备了圣经 也就是新约圣经 圣灵要将我们 引入真理中 首先这里面 暗示着什么呢 就是新约圣经 今天我们所看的 这个新约圣经呢 这是圣灵的感动 按照圣灵的感动 记录下来的 圣灵 圣经 有很多内容 都自称是 这是圣经 但 现在 这个我们手上有的 这六十六卷书 这个圣经 这是 在圣灵的感动下 记录的 只有这六十六卷书 是上帝的 是上帝的启示 圣经的里面 所记录 圣经的记录 全部都是由圣灵感动 记录下来的 当然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是 翻译过来的圣经 这个根据时代的不同 这个翻译有可能 稍微有一些不一样 但原本这些词所 这些词的原文 原来的这个内容呢 那是上帝的作品 那是上帝启示 通过圣灵启示 给我们的 那些其他的 假的 或者说外经 那些内容 没有在这里面 没有包含在这个圣经里面 不算在圣经中 我们现在使用的 这个叫正经 就是正宗的 也就是我们用的 这66卷圣经 这是圣灵 感动人记录下来的 其他的我们无法承认它 其他的记录呢 我们不能承 无法承认 这66卷书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 直到启示录 这是最后的启示 上帝给我们的启示 所以启示录里面说 这书上的预言呢 如果有人删去什么呢 或者加上什么的话 那么上帝就 必会加灾祸 给这样的人 绝对不能这样的 对待圣经 然后呢 圣灵就是在这样的 圣经的基础上 做工 教导我们 圣经的话语 当信徒 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圣灵会在人里面 感动人 叫人明白着圣经的话语 约翰一书 那里二章 二十七节 那里说 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 教训你们 这恩高 你们要按照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就是生灵 在教导 教导们 还有提摩太后 二章十五节 那里说 你们要按照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也就是不要随便的去解释 强解 有一些难明白的呢 不要去强解 不然的话 就容易 就是堕落 圣灵来 他会帮助我们 叫我们明白 这圣经的话语 在圣灵降临之前 人很难明白 这里面的话语 但是呢 圣灵住在圣徒们里面 今天也住在我们里面 帮助我们 叫我们明白 圣经 所告诉 启示给我们的真理 当然 圣灵呢 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他没有凭着自己说 他没有凭着自己说 他绝对不会启示 自己的 自己的东西 他把 从耶稣 从耶稣那里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把将来的事 告诉我们 圣灵 传的是 耶稣 所说 所做的 耶稣 说什么呢 耶稣说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我有差 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 叫我说什么 讲什么 这是主耶稣 讲的 他跟父之间的关系 我没有凭着我 凭着我自己说什么 讲什么 然后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这里又讲到了 耶稣与圣灵的关系 圣灵呢 圣灵呢 主耶稣说 十四节这里 十六章十四节这里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就是说 上帝通过耶稣 所启示的内容 跟现在圣灵 要启示给圣徒的内容 是一样的 就像耶稣 从父那里领受话语 领受启示一样 现在圣灵也是 按照耶稣的 按照耶稣的话语 把耶稣的话语 告诉给教会 我再说一遍 耶稣把真理给了我们 他是将借着自己的肉身 来显明出来的 他成为肉身来 向我们显明了 通过他的一生 通过他所说的话 和所做的事 启示给我们了 而保惠师圣灵呢 他 他把耶稣所显明的这真理 又向圣徒显明 叫圣徒相信 叫信徒进入到耶稣里面 所以说圣灵 以耶稣为中心做工 圣灵唯独 以耶稣为中心做工 耶稣到场肉身来的时候 也唯独充满了父的想法 充满了父的旨意 完全的成就父的旨意 同样 圣灵 也是这样 圣灵呢 他 也是 与父 合一的 在做工 也是 圣灵也是 唯独 按照父的旨意 绝对不脱离父的旨意 做工 圣灵 做工的时候 感动人 明白圣经里面的启示 最终 叫人明白上帝的启示 圣灵 就是将上帝的启示 完全的 教导给我们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被圣灵充满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虽然不能一直要被圣灵充满 但如果 不被圣灵充满的话 那我们怎么活 我们怎么办 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 就是要能够照亮我前面的路 引导我 那为此 我要被圣灵充满 才能得到 那要想被圣灵充满 那我应该打开心 对在主的话语面前 应该打开心 经上说 当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还说 经上来说 我们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戴上救恩的头盔 也就是我们以这个为目标 然后要拿着圣灵的宝剑 也就是神的道 要拿着神的道 才能得胜 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恩 与圣灵所带领的方向 是一致的 一致的 圣灵在引导我们 得救的路 还有 主耶稣说 保卫是圣灵 要将 要把将来的事 告诉给你们 然后一说到将来的事 人们马上就想到 是不是说预言呢 今后谁会怎么样 谁会怎么样 想到的 一说到将来的事 就想到的是 预言 过去真的有很多 这样的人 哎呀 我领受圣灵 所以我突然看到了什么 我在那个人里面 看到了什么事 就好像算命的一样 哦 你中午吃了什么 晚上吃了什么 明天你要吃什么 不是这样 将来的事 不是指着这样的 这个预言呢 不是说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那些事 这个未来是指 我们要在上 上帝的话语呢 就是要 我们要能够解释过去 还要显明现在 上帝的旨意 以及将来 上帝的旨意 这个 这是上帝的话 已经给我们了 就现在 因为现在 上帝的旨意 是什么 就已经能够显明 将来会如何 圣灵知道 上帝的旨意 清楚地知道 所以他是带着 未来的那个目标 最后的那个结果 然后现在在做工 现在在引导我们 主耶稣说 圣灵来 就要为 世人 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根据不同的时代 上帝都会 有不同的带领 十三 十五节 那里说 教你们 明白 明白 叫你们明白 又叫你们明白什么 这个又呢 就是 再次 再 这里的原文呢 有这样的一个原文 它的意思就是 再次明白 再次宣布 再次宣布 再次告诉你们 就是 已经启示给我们的 再次 告诉你们 就这样 上帝先为我们 预备了 新约圣经 首先为我们 预备了圣经 这个新约圣经 里面包含着 包含着 这一切 神的启示 彼得后书那里说 神能已经将 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 都赐给我们了 都给了我们 然后圣灵来 叫我们明白 启示给我们 叫我们明白 这意思 然后圣灵来呢 他是要荣耀耶稣的 要将耶稣所说的 告诉给我们 十四节这里说 他要荣耀我 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但是如果 一直特别的 去强调圣灵的话 就容易走到 另外一个极端 认为圣灵是独立的 他有他的意思 有他的旨意 不是的 圣灵绝对不会独立的 做什么 如果过分的强调 圣灵的恩赐的话 有可能发生这个问题 要知道 圣灵 他是将 耶稣已经教导给我们 已经给我们的 再次 启示给我们 叫我们明白 叫我们明白 他是要荣耀 耶稣的 在耶稣向我们 启示的那个基础上 他再次 给我们灵感 叫我们明白 这是圣灵的做工 圣灵就这样 不断地 不断地荣耀耶稣 荣耀耶稣 圣灵的做工呢 集中在耶稣拯救 拯救我们的那个事工上 约翰福音那里 一直在提到 成就 成就救恩的耶稣 得荣耀 得荣耀的事 得荣耀 所以呢 39章39节那里说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受死复活 升天 坐在天上宝座上之后 坐在了至高的宝座上之后 然后赐下了圣灵 圣灵来 要荣耀耶稣 圣灵来呢 会将耶稣救赎的事工 更加的显明出来 荣耀耶稣 耶稣说 我的凡夫所有的 都是我的 所以 我说 他要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我的 也就是 他自己 作为 道成肉身来 完全的显明了 显灵的父的旨意 这是我的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我的 属于我的 然后耶稣 圣灵来呢 会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会将授予我的 告诉你们 耶稣 道成肉身来 然后直到 升天 这都是耶稣的 属于耶稣的 耶稣成就了 父上帝 救赎的事工 而圣灵 而圣灵来呢 叫圣灵们 明白 耶稣所成就的 父的旨意 救赎的旨意 就这样 父上帝 还有 圣子上帝 和圣灵上帝 是合一的 这是三一神 不是分开的 不是说 圣灵 是单独做工 只负责恩赐 不是的 他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 做工 确证 主耶稣 救赎的事工 叫耶稣 所担忧的一切 都 就是 都不要成就 为了能够 保守 圣徒们 奉耶稣的 指引而来 为了叫 门徒们 不绝望 哪怕耶稣离开 但是门徒们 不至于绝望 所以才将 圣灵拆来 安慰圣徒们 但我们 无法避开的一点 就是这个世界 会不断地 逼迫我们 折磨我们 会遇到很多的 委屈 伤害 但是 不要误会 主耶稣就这样 不理我们 不管我们了 主的圣灵 他会 为耶稣的真理 做见证 他会为我们 伸冤 为我们所 担当的这一切 为我们判断 他会印证 我们是义的 他叫我们 在审判的那日 不置 惧怕 那有一点是我们 要做的 大家是主的门徒吗 是耶稣的门徒吗 大家 是主的门徒吗 大家要能够 确信自己 是否是主的门徒 真的希望走 门徒道路的人 请说阿门 真的愿意 走耶稣道路的人 请说阿门 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 哪怕在这个世上 很艰难 但是也要鼓起勇气 直到主再来的那日 主 他会一直引导我们 接着圣灵引导我们 所以愿大家都 做好主的门徒 我们祷告吧 感谢主给我们 这话语 愿主的 愿圣灵的感动 带领在我里面 然后 带领我往前走 让我能够 胜过这个世界 让我借着圣灵 得到圣灵导 得到感动 被圣灵充满 接受主的引导 让我们这样的过完 我们的余生 为此我们一起祷告吧 祛福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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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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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 estrena 阿姨 ここ тесь 阿姨 所谓和我们所谓的位置 我们的信仰来得到 主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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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上帝啊 求你感动今天听到的每位圣徒 按照你的计划来感动我们 引导我们 让我们靠近圣经的话语 也靠近讲台所释放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打开心来接受这话语 顺从这话语 从而 按照主的指 让我们能够按照主的旨意 接受带领 在我们当中 不要有一个藐视主的想法 唯独主张自己想法的人 让我们都能够去成就 主的旨意 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 阿们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 主应许给我们 给了我们应许 我们要信这应许 我们的信就是相信这应许 我们的人生就是相信这应许 我的信就是证据 就是平据 这应许 由天君天使 来作证 避讳成就 让我们坚定地相信 给我们的这应许 跟随 到底吧 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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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됩니다 阿弥陀佛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라 주의 약속하신 말씀위에서 세상 염려 내게 엄습할 때에 말씀으로 힘써 싸워 이기며 약속 믿고 굳게 서리라 굳게 서리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약속 믿고 굳게 서리 주의 약속하신 말씀위에서 영원하신 주의 사랑이 미국과 성령으로 힘써 싸워 이기며 約束 믿고 굳게 서리라 굳게 서리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라 주의 약속하신 말씀위에서 성령 인도하는 대로 해가리 주의 약속 믿고 굳게 서리라 굳게 서리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우리의 약속하신 말씀위에서 성령 인도하는 대로 해가리 그는 범에 항상 한식어두면 약속 믿고 굳게 서리라 굳게 서리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영원하신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그 말씀위에 굳게 서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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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성령의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 굳게 서리라 感谢观看